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之前听说过这个蓝标的底板 一直没有说自己去亲身尝试 然后现在正好有这个机会 能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做这个测评 那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外观是怎么样的 整体在颜色配色几乎一致 logo的区别尤其的大 许星蓝标logo是蓝色的并且还有一个新 由许星亲自和斯迪卡团队联合设计 定制为蓝色为此款底板专门设计的签名 拖住它的身份 板面上面蓝标也有小型的签名黑标 怎么有这个签名 斯迪卡的底板颜色一直非常淡雅很精致 它俩同为棕色 斯迪卡官方并没有说明它的结构 所以暂时不多知 但是市面上的很多介绍也非常的不统一 但是可以很确定的是 它的纤维是Tax Trimming Plus纤维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重量厚度是怎么样的 黑标89克 蓝标92克 厚度黑标5.90毫米 蓝标5.87毫米 那么厚度蓝标是差不多的 本次使用的胶皮为正手扑框 39度 反手多尼克F1 黑标 感觉有些闷 出球不是十分清晰 虽然有冬冬的感觉 蓝标的出球明显好于黑标 出球清晰 在小力量下就似乎给了我一种安全的感觉 我打尖就感觉到了底板有着清晰感 同时有着浓郁的底劲 非常建议球有双向对比 最后有一个清晰的感受 我打了差不多三块蓝标 品控都很好 黑标 发力的击打可以感受到球明显的往前钻 给出的感觉很好 但稳定的感受较多 球不会很快 更多是稳定感受 所以在第一板爆冲下旋球 或者是中远台相持 速度感受中规中矩 似乎无法造成更多的威胁 那么蓝标在这个环节 不得不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它的出速更快 第一板爆冲弧弦球就可以把球迅速的拉出去 这个感觉有点像黑潭的出球 但是能到中远台 又有龙武的相持能力 黑标制造弧线能力 在没有使用蓝标之前 感觉很好 很稳定 特别像水谷笋ZLC的感觉 稳重很凶 手感很柔和 拉高调和中远台拉球 都有一种稳定的弧线能力 需要使用者有共充分的转腰 制造弧线 不太适合往前撞击 蓝标 在形变这个环节 蓝标有着十足的清新感受 同时在大力量下的韧性十足 有着非常稳定的弧线感 持球很好 感觉踏实的同时 又感觉底板有着源源不断的充沛力量 稳定加暴力 是我在中远台打球的感受 充分的转腰迎前感觉 比我自己使用的玫瑰漆的底板 劲儿大了很多 蓝标的中远台能力很强 总结几个字就是 无线优美 稳定性强 上台率高 中远台对拉不费劲 纸板来讲 这两块底板板头很重 蓝标更重 所以它不太适合快速的转换 这点上来说不太适合女生反手快带快撕及拧拉 也不太适合手上没力量的朋友 感觉会有一些拿不住拍 如果你力量很足 可以控制住底板 可以把球快速的鞭打出去 但是并不适合我 打直板的我更喜欢中进台快弹 快撕 那么拧拉中感觉板头很重 可以明显感觉到重心在板头 有点不太容易控制球 这两个环节 两个板子 感觉不是那么明显 搓球的时候几乎一致 蓝标出速清晰 更加适合皮肠 黑标则更加适合白短 所以在这个环节 他们俩几乎是一致的感受 放小球 寻球 机会 黑标更适合 如果是控制中 寻球 主动进攻 蓝标更适合 由于底板有些重 手腕手指的灵活性会有一些影响 黑标吸收小力量方面 做的很不错 但是如果在大力的情况下 感觉稳定性不是特别好 板子有些震手 变化线路有些吃力 蓝标这个环节则给了一种很稳定的感觉 在小力量下体会不是很明显 尤其是在大力量下 变化线路稳定 在对方的爆冲弧弦球上 蓝标可以很好的吸收力量 板子不震手 就感觉自己像一堵墙 手感蓝标比黑标更加的清晰 出手不闷 很爽快 蓝标更具有速度感 适合前冲护旋球 但是稳定性略逊于黑标 旋转 蓝标的韧性感十足的好 强于黑标 中眼台相持非常稳定 弧线优美加稳定性强 力量十足 黑标更适合白短 蓝标更适合劈长 主动发力搓球蓝标更好 被动搓球控制黑标更好 蓝标的防守性能吸收力量 更加出色 黑标有些震手 可以说蓝标是黑标全方位的升级版 价格相差不多 施打的感受还是非常明显 这两块底板都比较重 中近台转换能力不是特别好 适合中眼台相持 那么蓝标尤其的稳定加暴力 底板蕴含着源源不断的能力 同时防守性能也是非常好 中文字幕提供